在刚进水泥的城市 一座座楼顶上 出现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 您见过吗 只可以刷的好了 又可以拆的新鲜素材 在绿油油的菜地中 吃火辣辣的火锅 您体验过吗 感觉还多星期的 在天台上吃火锅比较很安静 闹市楼顶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座 奇特的农场 本期农广天地 悬在空中的财富 马上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王坤 每到周末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的 一座农场 总是热闹非凡 许多人到这儿呢 不仅可以观赏田园风光 体验种菜 摘菜的乐趣 还能吃到地道的川味火锅 更新奇的是啊 这座农场 坐落在几十米高楼的楼顶 熙熙攘攘的人们 在楼顶上采摘娱乐 吃火锅 真是别有一番趣味 咱们赶紧来一起感受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农场 它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 最繁华的地段 一座大型购物商场的楼顶 许多人叫它天空农场 这座农场有七千平米 种着西红柿 茄子 黄瓜 等十几种瓜果蔬菜 它就是这座农场的老板 杨晴 像这样建在购物商场楼顶的农场 杨晴一共有两个 加在一起 足有一万五千平米 2017年 杨晴正是靠着经营这两个农场 年收入过千万 实现利润六百多万 然而 2013年 杨晴还是另一副模样 当时的她 面临着破产 2001年 出身农村的杨晴 与两位老同学 合伙在老家流转了五百亩地 种植苗木花卉 并开办了一家苗木花卉公司 由于起步早 竞争少 三四十人的公司 每年能有上百万的利润 然而到了2010年 当地同行竞争变得激烈 苗木花卉价格开始出现跳水势下跌 非常严峻这个问题 就说你五千万的资产就可能 瞬间就变成了五百万 而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必须要转型 感到行业危机的杨晴 一心要做转型 2012年2月 顶着两位老同学反对的压力 他开始四处考察寻找新项目 然而寻寻觅觅觅大半年 走了全国各地十几座城市 杨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 一定要走一条差异化的路 找一条新的突破的路 2012年下半年 苗木行情愈发低迷 公司经营举步维艰 杨晴的状态也很糟糕 这年国庆节假期 一直向往花园城市的杨晴 决定到新加坡度假散散心 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度假 却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创新项目 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 看到新加坡的楼顶绿化 和立体种植做得特别的漂亮 很让人赏心欲目 当时我就在想 在我们国内也可以这样做 但当时那个花卉市场也很低迷 就想的是 我们把农场如果做到城市里面 做到商业综合体的楼顶 那这个城里面人肯定会非常喜欢 如果在城市楼顶建一座农场 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 一定可以吸引很多都市人 来采摘消费 这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商机吗 杨晴判断 这个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很大 我觉得城市里面的人 特别地向往田园生活 而且在城市里面的工作压力也很大 如果农场到了城市里面 一定能受到城市人的喜欢 因为让他们不出城 就能感受到田园风光 从新加坡度假回来 杨晴十分兴奋 他开始四处了解楼顶绿化政策 这时杨晴发现 在我国 深圳 上海 北京等城市 已经有楼顶绿化的先例 并且成都也也出台了 关于屋顶绿化技术的规范 只要按照相关的技术规范操作 在楼顶建农场这个想法 完全可以实现 2013年3月 顶着两位老同学反对转型的压力 杨晴开始着手 在成都市区寻找楼顶资源 咱们要做农场一定要面积大 同时人流量聚集的地方要多 这样子才可以让我的商业和农业 相结合形成更大的规模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咱们的购物中心 和商业综合体这些闲着楼顶 杨晴一门心思寻找楼顶资源建农场 公司原有的花卉苗目经营几乎停滞 2013年6月 本来就反对的两个老同学 做出了一个决定 撤股 紧接着许多股干员工也相继离职 一时间身边的人走得走散得散 三四十人的公司只剩下八九个人 公司一下变得十分冷清 杨晴的内心备受打击 我真的是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此时的杨晴只能咬牙挺着 一定要找到楼顶资源 然而又坚持了三个月 依然是一无所获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助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我也就瘦了差不多十斤吧 差不多瘦了十斤 很多朋友看到还在说 你怎么瘦了呢 挺高兴的 你瘦得挺好的呀 但是我知道我是怎么瘦的 心里挺难受 2013年8月6日已经是晚上九点 空荡荡的办公室只剩下杨晴一人 正在逐一筛查 有可能合作的楼盘开发商名单 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来的是成都市青阳区 一个大型购物商场楼盘的开发商 这个电话让杨晴备受鼓舞 原来打电话来的这位楼盘开发商 是在成都投资地产的新加坡人 他对楼顶绿化已经司空见惯 前一天杨晴刚刚找到他 商谈租赁楼顶建农场的事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回复 对方在电话里表示 愿意将7000平米的商场楼顶 以每年40万的价格租给杨晴 我一听我想不管怎么说 总之有了开端了 有了好的机会了 在闹市楼顶建农场 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承重 直接付土效果都不太好 而且普通的土的重量很重 所以说我们在研发这块的时候 就想到的是用机制土 它相当于是一个无土栽培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这种机制土它是由 制食 秋影分 菊末 椰康组成的 它的通透性和一些富含来量的微量元素 都很充足 种什么呢 最终杨晴选择了茄子 番茄 黄瓜 西瓜 等十几种瓜果蔬菜 一来采摘期较长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二来可以用种植香栽培 后来发现我们整体上各类的瓜果类的 然后长势都是比较差的 这些瓜果奇形怪状的也不好看 这样的瓜果根本没有观赏价值 更别提搞采摘了 这期间曾为发现 农场蔬菜长势不均 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技术难点 和我们田间地头相比呢 就是我们这种传统的一个浇灌方式 不易控制我们的水分多少 过多的话 然后不像田间地头就是容易排水 我们这个种植香水量不容易排出去 这样子的话水分过多 会就是导致我们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土长 然后水分过少 也不易我们的植物一个生长 当时曾为判断 用种植香种瓜果类蔬菜 难度十分大 杨晴开始四处求教专家 花了近四五个月的时间 找了不下十几位专家 结果却让杨晴的心彻底凉了 在楼顶用种植香种植蔬菜的观看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国内很少 这意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技术难题 2014年7月 农场创办将近一年 杨晴陆续投入了300多万 但由于蔬菜长相差 起初设定的吸引都市人来采摘消费的盈利模式 根本无法实现 农场经营陷入了困境 这时很多员工纷纷辞职 最少的时候我们公司才十多个人 楼顶农业太难 然后基础难题太多 建立天空农场以来 杨晴屡受打击 这一次他终于扛不住了 竟然一病不起 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农场事物 回老家养病 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就 彻底就算是崩溃了吧 面对失败 他将何去何从 它是我一辈子要去做的事业 苦心经营 眼前困难 该如何化解 我们牵了一只羊 到商场去巡游 日夜奔走 他能否绝处逢生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悬在空中的财富 杨晴几经波折才创办了自己的天空农场 没想到因为种植技术难题 农场的许多瓜果蔬菜根本无法正常生长 更残酷的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员工们也都对农场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纷纷辞职 杨晴在双重打击下一病不起 这一次他能挺过去吗 又是什么让他绝处逢生的呢 请继续关注悬在空中的财富 养病期间 杨晴看到一群小朋友 有说有笑 还在路边学洋教 这启发了他 农场里面他能做什么 一定就是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 农村里面有的东西进城的 但当时就在想 什么东西才可以吸引到人呢 那除了我们的楼顶可以种菜 可以有一些游玩的一些东西 当然了 能够最吸引人的还是一些稀奇的动物 转眼一个月过去 杨晴身体康复回到成都 很快引进了仓鼠 兔子 山羊等七八种小动物 在农场北侧三千平米的空间 专门开设了亲子乐园 剩余的空间还有四千平米 杨晴种了一些绿叶菜 一是可以观赏和体验采摘 二是可以出售出去 让小朋友体验投喂小动物 万事俱备只差游客 怎么把小朋友吸引过来呢 我们牵了一只羊 到商场去巡游 商场里出现白山羊 这可是奇事 立刻招来小朋友的围观 大人啊小朋友啊就很多 特别是带了孩子的家人们 也就希望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去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白山羊走到哪儿 小朋友一路跟随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商场的楼顶 也就是羊晴的农场 这下农场各种绿叶菜派上了用场 一栏菜叶二十块 小朋友现场就能买到 拿着菜叶喂小动物 这可是十分有趣的事 大人的话都是比较累 但小孩的话都挺开心 我每天都有课 只有星期六早上 或者中午可以来的 看看这些比如说西红柿啊 然后他看看原来是这样长起来的 他就会有兴趣去接触 他慢慢地就很喜欢吃蔬菜 过来还行吧 一家餐口比较开心 引进小动物后 到农场游玩的小朋友和家长 越来越多 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朋友家庭 2014年下半年 羊晴又陆续增加了 石墨豆浆 种植体验等 互动性 参与性强的消费项目 15年春天了以后 那农场它已经就开始产生了盈利 差不多两个月 就可以把所有的成本给拿回来 因为人太多了 一到特别是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个每天的我们的农场上面 是人山人海 一天的收入都可以达到十多万 冬好了 然后我靠一个箱子 稍微挖深一点 然后这样子我们的植物放进去 然后更稳一些 一系列体验项目推出后 羊晴的农场起死回生 到2015年5月份 羊晴不仅收回全部投资三百万 还盈利二百万 农场扭亏为盈 羊晴虽然脸上挂满高兴 但内心却十分纠结 农场的发展前景在于给都市人 带来绿色田园生活 可水肥不足的种植技术难题 始终没有解决 农场建立的初衷也尚未实现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研发自己的产品 所以就组建了个研发队伍 组建了研发队伍以后 在选拔创业团队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有这个技术方面的人才 专业的工程师设计 工程师做工业设计的 2015年6月 杨晴高薪聘请了专业技术人才 成立了研发部 终于在2015年8月 研发部成功研发出了一种种植箱 智能生态种植箱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生态种植箱 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种植区 种植区主要是放土壤 种植和蔬菜苗 中间有一个隔板 隔板的重用主要是 把种植区和底部的蓄水区分开 底部有个蓄水区 我们设定了10厘米的一个蓄水高度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里面有一个智能的关开系统 解决两个通点 第一个通点是 解决那个水量少的情况 第二个通点是解决水量多的情况 一个种植箱居然具有这样的功能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当有水管接入 水流通过那个进水口 进入到蓄水区以后 然后蓄水区里面的水量慢慢上升 然后球阀也会跟着上升 从而会关闭进水口的一个阀门 当水位下降的时候 球阀会跟着下降 然后阀门它就会打开 然后自然的水流它就会进来 供水的问题解决了 一旦水浇多了或者遇到大雨 排水又该怎么解决呢 当外面的雨水就是足够多的时候 足够多的时候 然后很多的雨水就会通过中间的小孔 然后自然流出 整个的灌溅系统就实现了一个 自然灌溅的一个系统 这个种植箱不仅解决了灌溅问题 还解决了根部追肥问题 有了这样的种植箱 天空农场能够种植西瓜 黄瓜 番茄等多种瓜果蔬菜 很快农场充满生机 来参观和采摘的游客 也是越来越多 到2016年农场年利润突破500万 这个事业它是我一辈子要去做的事业 2016年5月 有了资金积累的阳情 又将成都市金牛区 另一座商场的楼顶租了下来 这次有8000平米 仍然是重养结合 推广观赏采摘 在市场上买的菜 总是做得不是特别新鲜 然后来这农场就可以算 然后来又可以采摘新鲜素材 做得很棒 而且这些素材都是很新鲜的 自己采的嘛 新种采的就可能做得很放心嘛 新农场开业不到两个月 善于观察的阳情发现 农场上午客流量很大 但每到午饭时间 人就会变少 许多人要回去吃午饭 这个过程中很多顾客流失 那怎么留住顾客呢 就看到农场上面 郁郁冲冲的这些蔬菜瓜果 当时就在想 如果上面有一个 可以线上采摘的这样的餐厅 会更吸引人 那当时就源于这个想法 然后就开始了做这项工作 在农场开采摘餐厅 不仅解决了游客的午饭问题 还可以促进蔬菜采摘 同时刚采下的蔬菜 又可以现做现吃 符合现代人对生态饮食的追求 出于这样的考虑 杨晴瞄准了成都人最爱的火锅 这是成都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喜欢吃火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场采摘的这种感觉 在城市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源于 把这两点相结合起来 就想到了这样子去做 2016年下半年 杨晴对第二个农场进行了改造 其中有600平米用来经营火锅餐厅 果然杨晴的判断十分准确 火锅餐厅一开意就火了起来 同在闹市区楼顶 两座农场不同的主题 杨晴的农场经营的红红火火 2016年杨晴实现营业额800万 然而从未停止创新的杨晴 并不满足于此 他认为农场目前的盈利方式 比较单一 且目标消费人群 仅仅是来商场购物的人 这已经无法满足农场的发展 想要进一步壮大 必须找到新的盈利模式 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怎么办呢 很容易成为一个短期行为 就热点一下就热了 但是很容易冷下去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2017年3月 一个契机让它找到了方向 当时双百社区想将社区绿化 与蔬菜种植相结合 得知天空农场的种植箱 种植技术之后 社区干部主动找到了杨晴 因为从业这个行业和领域的人很少 通常一想起就只有想到我们了 那他们对这个农场一下子就眼睛一亮 城里面居然可以这样做 与社区合作可以提高天空农场知名度 还可以借势推销出售自己的种植箱 一举两得 于是杨晴向社区以成本价 出售少量的幼苗和种植箱 社区居民可以免费领回家 自己种植蔬菜 体验到自己种菜的便利和乐趣 许多其他社区的居民 也对种植箱产生了兴趣 纷纷到农场购买 他们提供的是这个箱子 土地还有就是养苗 还有提供技术支持 吃口好甜 番茄是吧 淘汰随便吃 明天 我之前没有想到 很快就会进入到家庭里面 社区里面 我就突然发现 这个市场原来这么大 他们有这些需求 包括很多的学校 幼儿园 要建自己的农场 科普的农场 也都会找我们 2017年 天空农场年收入突破千万 杨晴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力 和不断的创新 走上了特色致富的道路 杨晴通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终于让自己的农场起死回生 如今天空农场每天都红红火火 来的人是越来越多 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尤其是十分方便管理的种植箱 更是走进了学校 公园和千家万户 让无数都市人足不出户 就能拥有一片自己 梦寐以求的绿色田园 与此同时 历经种种挫折获得成功后 杨晴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对他而言 与创业致富相比 为城市和人们的生活 增添一抹绿色 是一件更光荣 更有意义的事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